你現在聽的是圓網台 我是生食食出新生 和綠色心靈力量的主持周小祥 哎呀,你輪轉天氣 風濕骨痛好辛苦啊 奶奶,我剛剛買了一個最新科技的太空小寧精 可以迅速舒緩任何痛症 那就不怕風濕骨痛了 哇,這麼好啊? 那就多買一個分享給姨婆吧 太空小寧精 可以在陸創意健康店買到 電話288248400 網址是www.healthshop.com.hk 以下節目內容 純屬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與本台立場無關 歡迎收看圓網台的《自然療法與你》 我是Diana 今天會繼續跟袁大明自然療法醫生 跟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自然醫療資訊 和最新的發現 讓你和你家人都可以享受到健康快樂的人生 Hello,袁醫生 Hello,Diana,你好,大家好 Hello,大家好 我們今天的題目是 宋美玲健康地活到106歲的長壽秘訣 大家都知道她是一位傳奇人物 但是她曾經都會患過病 曾經有個乳腺癌 我想大家最近都有看新聞 在中國有位中國好聲音的當紅歌手姚貝 是因為乳腺癌上個月離世了 但是為什麼宋美玲又可以活到106歲呢 究竟她有什麼秘訣呢 你知道了,宋美玲也曾經患過乳腺癌 亦都動過兩次手術 你知道了,宋美玲的一生是從政治風浪走過來的 不是簡單的,亦都不是一個平平淡淡過一世的 可以這麼說,她一生度過了106個春秋 跨越了19世紀、20世紀和21世紀 三個世紀 原來她出生在1897年 3月20日 她去世的時候是2003年 10月23日 然後她真的跨過了三個世紀的一位女性 好像這位參政而勞心的傳奇人物 為什麼會這麼長壽呢 大家知道宋氏有三個姊妹 其實原來宋美玲從小都是三個姊妹 體質是比較弱的 她不是一個一生很少生病的人 其實她不是一個體質健康的人 原來宋美玲不單在少年的時期 經常生病 而且與蔣介石舉得分 之後都是經常多病的 她曾經患過腰部的損傷、沉麻疹、鼻鬥炎 冒然還患上了膽潔石、乳腺炎 以及可怕的卵巢的腫瘤 哇!真是周身病 沒錯 既然這樣的身體 為什麼也會活到成晚年這麼久呢 尤其是她在年紀大最後那幾年 還能夠保持頭腦清晰 體態也輕盈 容貌一點都不壞 耳手耳又不濃、眼又不花 可以說是一個健康的八歲老人 究竟她的長壽秘訣是什麼 第一是注意飲食的質量 原來宋美玲的飲食習慣 與美國都有關 在食方面很講究 亦都很注意飲食的質量 所謂均衡搭配 少吃多餐 能夠經常保持體重 據說她每天 就一直吃五餐 但每次吃只能吃到 不是七分飽 是五分飽 即使她見到一些很喜歡吃的食物 都不會貪吃 所以她主張要多吃些什麼呢 蔬菜 她在每一餐裏面 都有兩頓是那個分飽 即是因為蔬介石都吃肉 而三素 那菜譜裏面 尤其對肉類和蛋類的比例控制 很嚴格 而且熟的菜和生的菜 都盡量要做得到 是配搭合理的 她特別喜歡 是素有 我們稱為蔬菜之王 美名的菠菜和西芹 這兩種她特別喜歡 那這種蔬菜也比較普遍 每餐寧如不開 清菜的沙律 這個就很明顯 不是一個中國人的食譜 所以她在 年輕的時候在美國留學 她肯定是學到西方的吃沙律這個習慣 而且每天都吃煙蜜片 即是蜜皮 每天來北海山水果 其實什麼水果都吃 特別喜歡蘋果 那個嬰猴肚 還有西瓜 那蘇美寧45歲之後 特別注重自己身體體型的變化 每天都要身邊的護士 跟她測量一下體重 那如果只要發覺體重有一點點重 她就馬上吃沙律 清菜沙律 不會吃任何的肉類的食物 那到了50歲的時候 她也特別注意自己的養生 那也都將乾隆的養生秘訣 抄成那個大字 就掛在自己的睡房那裡 即是經常 提醒自己 應該怎麼做 這是她第一 第二 她就重視是未病就先醫 即是說雙醫叫做 上醫是醫未病 即是一種預防 簡單來說是一種預防的 那她身體一不舒服 她就立即去看看醫生 即是看看有什麼問題的 她認為這種情況 疾病可以早期就得到檢查 早些發現就早期治療 那雖然這一點我跟大家都分享過 其實很多的一般性的司檢 即現時的例行司檢 其實是不太有什麼意思 沒有什麼幫助的 但是始終早些要注意 留意身體的那些跡象 其實都是挺重要的 好了 因為她從來沒有生過小孩的 但是她患過乳腺癌 也都動過兩次的手術 尤其是早期發現的治療 所謂 但是她最主要 她面對這些疾病是太然處置 情緒控制都很好 即是基本上就好 那第三 就是堅持冠腸排毒 宋美玲在她的自傳裡面 曾經有一段 是說她的洗腸這種習慣 我相信我過去都跟大家分享過 因為宋美玲洗腸這種習慣 是很肯定在美國生活的時候 因為在美國當然是20年代 在美國是家家戶都用洗腸的 即是沈本質有什麼病 家裡的媽媽或者祖母 就會幫小朋友灌一下腸 其實我覺得在香港早年 其實都很流行的 用水清一下腸 宋美玲很肯定 這個灌腸排毒的方法 是很早在美國學了回來的 其實這些灌腸的方法 在早年是被醫學家所供應的 雖然今時今日的香港的醫生 西醫 甚至乎中醫都不太認識 灌腸排毒的 很多時候他們都可能有些負面的印象 對這方面 但是在早年 在美國灌腸是一個醫學界 都是經常用得著的方法 也有很多醫學的文獻 我們診所也有一份醫學文獻 有100多篇的醫學文獻 證實了灌腸對健康 還有很多疾病的 是真的有一種治療性的功效 好了 你會問 宋美玲是否本身有一種 整個便秘呢 原來她不是的 她根本沒有便秘這個問題 但她也堅持 每天臨睡前都要灌腸 這樣保持腸道下的部份 即入直腸、月狀結腸 以及降結腸的部位 是要特別清潔的 有人說 灌腸排毒 令到宋美玲 至少將她的青春 拉長了20年 能夠令到她到106歲 都能夠保持驚人的輕盈體態 所以這跟她每年都堅持 每晚堅持做灌腸 是必然的關係 我跟大家都經常 過去都有機會都提 我們懂得每天都 擦一下牙 早上有些人就吃一餐 吃一次就要擦牙 其實真真正正有效的 擦牙、保持牙 那個預防牙的鑽牙 其實不是早上擦的 是一定要每一餐立即擦 才會有效的 我亦都需要洗澡 即所謂身體的清潔 洗頭 這些是我們處於已痕 每天都做、每天都做 但我們很少人想得到 我們其實腸裡面 是很多髒東西 我們從來都沒想過 我們是不是都應該 進行一些清洗 例如朗口、刷牙 一樣的道理 因為那條腸 下面的腸 和上面的口腔 是同一條腸 不過一個在上方 一個在下方 因為我們 大部分人 在今時今日 已經忘記了 洗腸 保健的方法 導致今時今日 腸癌已經成為現時人的 文明人的第一大癌症的殺手 早然也是第二大 現在已經變成第一大 所以你可以看到 關係很簡單 因為腸下面是這麼骯髒 積了這麼多 原來有麻煩的東西 我們經常都 好像都不會去清潔一下它 很明顯 是很容易 你吐出腸癌 這些問題 好了 第四就是 保持良好的心態 素美齡的長壽 原因很多 總結來說 可以說很多 八條、千條 當然 乾隆皇的保健方法 他已經抄寫了出來 每天掛在睡房 自己來提示自己 但最重要的是 他以淡養智平和的心態 這是很重要的 我們和大家也分享過 九大致病的原因 其實最大的原因 就是我們的心境 我們的情意結 這可以說是導致 我們的患病 是第一大原因 根據德國的新醫學 他發現原來 癌症的病人裡 85% 都曾經有過情緒上的衝擊 所以 心平氣症 是一個養生很重要的 美國有一位 營養學的專家曾經說 他的長壽 是因為他懂得 預保健於生活 預心態平和於生活 就是這個長期 在他的生活裡 是做足了保健的 又不需要什麼特別特別去做 在宋美玲裡面 雖然曾經有很大的權力 權力對他來說 好像露水在玫瑰 權力來的時候 他會精神抖掃 融資機智 魅力四成 你看到他當時 他幫蔣介石 去美國 去遊說美國人 扶持蔣介石的國民黨 的時候 他真的是一個 你看回這幾路片 他真的魅力四成 是很紅的 很有感染力的 但當他沒有權力的時候 他也沒有因為失意 而沽乾而死 而是處意太熱 這是一個心境的時候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 是的 我之前也有聽過 他失權之後 在台灣回到美國住 之後就沒有什麼消息了 是的 但有時候 你看到報道 他也說他在上鏡頭 有時候他 生氣老年他坐了一輪椅 但其實他的精神狀態很好 又不見到他 沒有什麼戴老闆眼鏡 耳龍姬完全是沒有的 所以他可以這樣 萬言 他可以說 無辱清心達官 淡薄明利 生存喜樂 吾應佬 以及凡事都要看得開 這真是他的詳授的真正秘訣 是的 雖然說 宋美玲的詳授秘訣 不是每個人都學得到的 做得到的 但我們可以這樣說 我們在從中 應該誤出一些詳授 和養心的道理 這個道理就是什麼呢 就是無真無辱無求和小埋怨 只有平和 豁達和樂觀的情緒 才能夠讓人健康長壽 今時今日的香港 你看到大家 整個社會是充滿怨疑 是的 大家都是鬥爭不斷的 我們都看到 不單止在個人方面的養生 其實這個社會整體來說 其實都是處於一個同一個道理 是的 所以說健康最怕是無知的 而那個學習是不可以替代的 是要自己要去不斷地來做學習 才有機會 活得一個長壽 健康的生活 真的非常有道理 今天謝謝袁醫生 跟我們分享了這麼多 如果大家有急切性的問題 可以打以下這個電話 跟袁醫生預約會診 25773798 如果想重溫我們的節目 可以上我們的網址 3w.sourcwadio.com 謝謝袁醫生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 拜拜 9月3日 6月3日 使用健康店 電話 28824848 網址 網址 W300 大約 H1至10月13日 H1至11 小約15日 Kate